Li先生的行業現象 回到來繼續跟黎先生談談行業的現象 剛才有提及過建築業方面 勞動力的勞化比較嚴重 但透過引用一些新的技術 有機會吸引年輕人入行 未來機械人會否成為業界新的解決方案 其實這是業界和我們做科研機公司的目標和方向 其實隨著全世界對科技應用方面 其實建築業是落後了很多 比其他行業來說 因為它有很多限性 第一就是環境經常變化 你想想現在做自動化機械人應用 主要是用在一些工廠 裡面的環境比較固定一些 起碼不會是今天打風下雨 天氣各種影響不會大 用在建築業是比較比環境影響大的 所以它的發展是很緩慢的 比其他行業來說 但是在現在來說的趨勢 就一定要發展到緩慢 也要發展 其實大家一個目標 都是希望建築業盡量用多些自動化的東西 而隨著近這10年 在建築業方面的設計 已經開始應用到一些很數據化的系統去做設計 例如BIM這些系統 其實裡面已經將整個建築的工程 已經數據化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裡面的資料 其實我們可以應用到一個 downstream application 我有了3D之後 我們利用這些3D數據 可以應用到不同的層面方面 譬如有了3D可以做到一些分析的東西 可以計算到地盤 什麼時候員工都可以 需要多少物料 按個按鈕就可以把資料拿出來 而再進一步就是 你的項目工程是需要做什麼工種的 有些什麼 譬如是燒刊 我做刊接為例 有哪些位置要做燒刊 其實按個按鈕就已經在資料庫裡拿出來 那這件事怎麼可以自動做到呢 其實就很需要 真的業界可以發展到一些 一些是自動化的機械人 或者是一些機器 可以是接收這些資訊 然後自動在工地裏面 就是做到工作 將工作完成這樣 所以這個方向 大方向來講 一定是因為之前的源頭的設計 已經是數據化了 那這些資料再推下去的時候 就是需要後面都要做到自動化 才可以整個流行 做到這個在科技上進發 但其實應用一些新的技術來講 即是對於一些建築工業 那其實他們會不會 那個成本會更加昂貴 還是可以變相減省人手的開支 其實那個錢方面是怎樣的呢 其實在那個錢方面 我們計算過的數目 即是其他工種 我就不是專家 我沒有權力去講 但是在行接來說 我知道那個成本 其實是成本和時間 即是完成一個工作的時間 是用人工去做是差不多的 其實是不會快了很多 因為始終這個是要做事的 不是按個制度變出來的東西 但是那個好處就是 用機械人做出來的效果 會是穩定很多 所有東西都可以預計得到 這個是最重要的 質量方面是有一個保證的 是 但之後沒有那個消行機械 消行的刊工更加麻煩 是嗎 怎樣 什麼意思呢 即是 沒錯 是 沒錯 一後青黃畢業之後 找不到刊工更麻煩 真的 沒錯 其實你們做消行機械人 以往可能傳統 對於機械人的印象 會不會是很笨重還是怎樣 其實你們的機械人 相比在人手方面 你們在研發過程 你們怎樣可以做到那個技術 可以精細 甚至乎達到那個建築水平 是 在機械人方面 大家經常都有一個概念 好像是很重型的機械 偶爾在新聞中聽到機械人 會在調試的時候 會傷到人 甚至乎造成人命的傷亡 其實在這方面 在兩年前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考慮到這個問題 所以我也是適逢其會 在近這十年 就開始了一種機械人的類別 就叫做協作機械人 其實它的重點就是 它就會是 不需要 在一個安全方面 就不像傳統的機械人 需要一個圍欄圍著 不要被人走進去 當它操作的時候 它的概念就是 它是可以和人一起 side by side 這樣去一起做事 因為它比較安全 主要我們已經選擇了一個 輕巧的安全的機械人 才可以 沒有理由在地面做事 要密封 圍住 才可以做到事 接著人要走開 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機械人的選擇 我們也是很小心 選擇了一個協作式機械人 剛剛你提到的精準度 其實在地盤的工種 其實那個準確度 其實不是想像中要求得這麼準 其實是 在機械人可以做到的精準度 是0.1毫米的 其實是等於指甲這麼厚的 也就是 精準度已經做到這樣 所以對於地盤 燒刊、刊接來說 是卓卓有餘 即是比人更厲害 還是拍得住 絕對是比人更好 如果你說精準度來說 就是 其實就是 被建築業協會採用 其實那個 那個水平 即是建築水平 你是怎樣可以達到它的要求 其實是有兩方面 第一就是 可用性 即是你有一樣 設計了一個新的產品出來 基本上是天馬行空的 用不到的 這個沒有可能 他們會是 要我們解釋那個流程是怎樣 怎樣用法 在地盤那裏 是不是真的用得到 這個大前提 第二就是 那個 質量要求 即是做出來的那個 結果 那件工件 是否合乎要求 這樣這兩方面 是 有沒有需要 即親臨那個工場 就是教了一些工人 怎樣用呢 其實 其實他們其中一個要求 就是 我們那個系統 真的在工地那裏用過 才行 我們就是有些業界 是已經跟我們一起合作 一起用的 已經是 明白 那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節再詳細說一下 怎樣用 OK